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我是觀眾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的健康好朋友 您快講到健康 台灣的全民健保 舉世聞名 全民健保有一個最大的好處是 很多醫療 真的健保給付的前提之下 顯得平價又容易 可是偏偏很多觀眾朋友 就醫的時候就會發現 醫生會跟你說 同樣是心臟的支架 有健保給付的跟自費的 自費還有價差 那同樣是換水晶體 健保給付跟自費的 這個差別也很大 那到底是不是自費真的比較好 自費怎麼花在刀口上 待會這一集的健康好生活 就要一一跟觀眾朋友來分享 好 今天朋友我們一起分享的 有六個好朋友 第一個好朋友是 醫生好朋友 江守山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心臟內科的醫生好朋友 陳冠仁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新疼代謝科的 醫生好朋友 邱文錦醫生 嗨 大家好 再來是肝膽腸胃的 專科醫生好朋友 李清腸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我們的藝人好朋友 蔣瑋文 哈囉 大家好 再來是我們的料理好朋友 阿方老師 嗨 大家好 好 先問一下江醫師 這個即便台灣現在健保非常的普及 可是不同的科別 其實都有不同的自費項目 比方說像你們腎臟科洗腎 或者比方說這個無法造血 要自費打針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一些營養素 或者有一些針劑是要自費的 那很多觀眾朋友有一個刻板印象 就覺得自費的一定比健保還要好嗎 其實我們醫生很不喜歡推薦 自費的藥物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其實醫生絕對不會說 從因為推薦健保 非健保的藥物就得到好處 這個醫院各醫院都是不準 而且這個東西都不會提成 你給自費藥物只會給你一個壓力 為什麼 萬一這個病人去健保局告 健保局去叫你們醫院要退遣 真的喔 可是還是要叫 為什麼 還是要推遣 我舉兩個例子 一個例子就是林冠剛才講的 像我有個腎臟功能不好的病人 因為其實腎臟每一種病 它貧血的來的快慢 其實不一樣的 可是我們健保局 沒辦法照顧到所有的情況 他只要定一個規矩 譬如說腎臟功能壞到什麼程度 我開始說你打 可是有些人在那個之前 事實上就已經不行了 就是貧血的很厲害 像我有一個四十幾歲的上班族 那他因為他腎臟功能沒有那麼差 可是貧血的很厲害 那我們也查查看 鐵該補也補了什麼都做了 可是還是不行 我們最近要打針 那他就是在乎那個 第一個打針這樣會痛 而且那個針也不是打一次就永久有效 打一次你大概是最少兩個禮拜打一次 那有些人你甚至一個禮拜打一次 好 再加上錢 打一針就一兩千塊 所以很多人就會又痛又要花錢 那每個禮拜都要打 對 那這樣子一個月也要開銷個五六千 那長期就可能累積不少開銷 對 所以我們病人的心情我們是可以體諒 所以他就當初就拒絕我們 就覺得阿夏不要打 結果他自己開車 結果有一天開到外面去的時候 在駕駛座上突然就昏倒 那還好車子沒有產生很大的意外 那當然就人就送他急診室 一查就是貧血的很厲害 那到最後我們還是幫他打 而且建議他說要繼續的打 那這是一個例子就是說其實 健保規範還沒到 可是有些病人的情況跟他不一樣 他也不得不去打 那像我有個親人 當初得到乳癌要化療 那化療你知道 那個針打下去 其實病人吐得很兇 可以說 健保給付的針打下去吐得很兇嗎 對 健保的化療打下去吐得很兇 那也打健保的止吐藥 我跟你講完全看不到效果 那醫生就會叫他換別的藥 那可是換別的藥可能就要自費對不對 對 可是那個醫生都不講 結果我回家去看望他才發現說 他每次打一次化療吐一個禮拜 等到他不吐的時候 又要打第二次化療 所以在這整個化療過程 受得太厲害了你知道嗎 後來我發現這個情形 就趕快叫他去打一針 自費的那個止吐針 健保的主注針 一支大概兩塊錢台幣的 自費主注針一支五千塊 不過我跟你講 我覺得很值得 為什麼 我的親人被打了一針之後 就一個禮拜都不會吐了 至少才可以熬得過去這個化療嘛 因為你如果化療營養又低 到時候白起來就又低 病人可能會活不下去的 所以像這樣子 其實有必要的化療 我覺得病人還是要跟醫生好好的了解 然後要能了解跟接受 那我們評估自費項目的時候 有沒有哪一些評估的關鍵 因為你會發現某一些醫療項目 尤其像癌症標靶藥 那個自費藥物有的時候 對一般人來講是天見 同意 這一點我覺得說 其實產生這個自費用藥 甚至不適當用藥的 其實有一個基準 大家觀眾朋友很難想像到 來自於什麼你知道嗎 醫生沒有臉開口說 我幫不上你的忙 所以有時候對於癌症這些病 病人只是說 那這樣怎麼治療 很多醫生就會 甚至建議完全沒有根據的治療 就是說也沒有正式證明說打下去 生命會比較長 只是因為國外發展出這個標靶的藥物 就柯平人講說不然你打打看 可是這個打打看有時候 一打一年就兩百萬就不見了 所以其實我會覺得第一件事情 我們要去做自費藥物 你要先講講看 你原來的藥是不是效果不夠好 OK 對不對 這才合理 第二個有沒有可能 我健保會給付給我 譬如說我是不是要什麼條件啊 甚至於說你腳要打玻尿症 要先看幾次等等條件 有沒有可能可以復活健保 當然健保付那是應有的 應有之益嘛 因為我繳了健保費嘛 對不對 那健保付你當然不應該自費嘛 那第三個就是說 我的狀況一定要用這個藥品嗎 第四個是什麼情況下 我可以重新回來使用健保的藥物 不過我覺得第五點最重要是什麼 你可以問一下醫生 尤其是個自費療法很貴的時候 你應該要很勇敢的問醫生說 請問一下這個療法在我這種病人身上 有沒有人體的真正的實證研究說 它是有效的 所以句話是最關鍵 還要問這個問題 因為我跟你講 真的有時候醫生只是沒有那個臉說 我幫不上你的忙 所以他就叫你東做治療西做治療 不是說他要賺那個錢 他是沒有那個臉 跟病人講說我幫不上你的忙 這是對醫生來講是很大的焦慮 你知道嗎 那因為這個焦慮在國外的研究 所以我就發現他衍生出很多不必要的治療 那甚至這個不必要治療 也可能給病人帶來痛苦 所以我覺得每個病人都要學會這一點 要去問醫生說 到底有沒有實證研究說 這個情況幫得上我的忙 那問一下陳醫師 你們這個很多病人 在裝心臟的血管支架的時候 一定會考慮到健保的給付的顯然比較便宜 那自費的支架 尤其有塗藥的又比較貴 那於是乎一般人刻板印象就覺得是不是最貴的最好 一定很多這個病人或者觀眾會這樣問你問題 對 那目前我先稍微整理一下目前市面上的支架 大概就這三大類 第一個叫做裸金屬支架裸金屬支架 這邊裸金屬支架其實就是我們所謂的傳統的健保支架 而且就是不塗藥的健保給付的 對 他就是他就是單純一個金屬框架 上面沒有塗任何的藥物 那他的他是完全健保給付的 那他但他的唯一的問題就是他比較容易會 放完支架之後比較容易會產生再狹窄的問題 就是血管內可能又把一些髒東西長到血管壁裡面 變成你要再重新處理 那後來有醫生就發明說我們在藥物上面 在支架上面塗一層藥物 那個藥物可以抑制這個血管壁的增生 所以他其實有效的可以減少支架再狹窄的問題 但相對來講的話他要自費 那平均來講一支支架這種所謂塗藥的或講自費支架 一支大概要補大概六到八萬的差的 那最近這三四年又有一種叫新的 大家應該有時候會看到所謂的全吸收生物支架 它的材質不是 這個是最新的 對 那它顯然也最貴 你看它跟前一種不要的比價差又差一倍 差一倍 對 那這個所謂的所謂全吸收 因為它本身 我們前面講裸金屬跟這個藥物支架 其實它本身底都是金屬嘛 對 都是金屬 那金屬發生一定是永久存在的 那所謂的可吸收支架之後來有一些 那個這個醫療的進步 用一些所謂的聚合物 其實我們講講白點有點像塑膠這一類的 當然不是那麼簡單的 東西 那種聚合物的東西去做一個類似支架的東西 那它在身體大概兩到三年之後 會自己完全吸收掉 所以那個支架會不見 所以這個在兩三年前開始有這個支架之後 其實是一個蠻夯的議題 因為它可以消除掉支架永久 放在心臟的產生一些少數的後遺症 對 那不過這個還是要提到去年 就是2017年 其實這個因為之前之所以這麼夯 因為這個這個支架剛新出來 還沒有很多長期的研究出來 但去年2017年其實一些新的這些 新的支架的後續研究慢慢出來 發現它的效果其實並沒有像我們想像中的那麼好 它跟我們中間講這個所謂的塗藥的支架 來比較三年的追蹤 其實在某些程度甚至還輸給所謂的塗藥支架 再狭窄機率在有些族群甚至比塗藥支架還高 也就是說換成白話文就是說 你放了這個一支15彎的支架 有可能還比較容易再塞住 還要再來處理 所以其實從去年包括美國歐洲 甚至台灣後來也跟進 就是有發出警語 就是說這種所謂的生物可吸收支架 並不是適合每一個人 所以一般的觀眾朋友 真的不要看到價錢最貴就以為最好 很多人在自費的衣材上都會先問 醫生說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因為一般人都沒有醫學專業 然後都會覺得那15萬應該比較好 對不對 而且有一些人如果是子女 要給爸爸媽媽裝的 有些子女要展現孝順跟誠意 就說我要讓我們母親到最好的 最貴的 我讓我們爸都爭最貴的 那一般人沒有判斷力 說不行 我只有一個老爸而已 我們15萬開月 對不對 對不過這邊還是要幫他平反一下 就是所謂的生物可吸收 這個方向其實是好的 目前在學界大家也認為 將來是應該慢慢走向 讓身體可以吸收掉 只是畢竟他還是第一代 第一代一定任何東西 第一代一定都有它的缺陷 所以他們現在正在努力做第二代第三代 所以其實這個方向是對的 但是未來可能會做出 更沒有副作用的這些生物支架 那我們拭目以待 那回到前面 我們目前市面上比較常用的 所謂的這個傳統的金屬支架 跟這個我們講塗藥支架 這兩個其實除了這個效果的差別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差別 就是塗藥支架反而需要吃比較長時間的 我們講的雙血小板抗這個使用 所以術後要控制藥物 跟控制的血小板的狀化 對 就是所謂的抗血小板藥物 至少要吃6到12個月 那一般傳統的非塗藥支架 我們講健保支架 只要吃在至少1到3個月 其實基本上1個月就可以停掉了 所以其實這兩個支架 也不是單純說塗藥就比較好 你要看看你有沒有辦法 吃那麼長的時間 譬如說舉例有些人 譬如說他本身有貧血的問題 有在出血 或他等於在近期內 需要開一個很重要的手術 他就沒有辦法放塗藥支架 因為塗藥支架 你必須要吃6到12個月 吃滿時間 所以你沒有辦法讓手術 等到這麼久之後再開刀 病人一聽跪的就覺得比較好 有地方 用打無息手臂去開散器 對 為什麼大家都知道 現在膝蓋有幾副新的病毒用藥 一顆療程要100多萬 可是病人 我跟他勸說很久 他是支援吃那一顆3萬塊 要吃90天270萬的療程 他是有條件的幾副 所以這個大佬猜的藥 江澤東猜的藥 那當然是大家都會幾副了 同樣是醫生沒有分大小咖 如果這個就 所以這邊就帶到 我要分享的一個案例 是一個80歲的老先生 其實這個先生 他說真的他也是峰迴路轉 他其實最早最早是去看泌尿科 為什麼 因為他有個散器的問題 事實上這散器問題對他來講 也是和平共存很多年 沒有特別去注意他 只是說剛好反正也沒事做 想說不然處理一下好了 只是這樣一個念頭 然後去泌尿科 那你知道他開這個手術之前 那外科醫師一定會擔心心臟病的心臟的功能 你要麻醉什麼的 尤其八十歲 就跟他說 那你去心臟科看一看追蹤好了 那就轉來我們門診 那門診的話 我就幫他問一下一些症狀 活動會被傳 有沒有不舒服 其實問一問還都有 所以就幫他排了超音波 跟所謂的核子掃描 那不做還好 一做核子掃描真的有問題 核子掃描簡單講 就是評估心臟有沒有缺氧 有沒有血管阻塞的 這個疾病的一個檢查 結果跟他講說有問題的話 那這樣更不能開刀了 因為你心臟不處理好 你開刀會有風險 所以我說好吧 那你先住院 我們來處理心臟的問題 處理完你可能才可以開刀 好 結果原本以為這樣就結束了 結果住院之後 我們當然會抽一大一系列的血 去評估他的狀況 就一抽他的血龍素只有八而已 他沒有什麼特別的腎臟毛病 什麼問題 他只有血龍素八 我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就跟他說 那我們來留個大便 一流大便那淺血試駕 這次就找像李醫師 他們胃腸科來做胃鏡 一做之後發現一個大腸癌 所以這個阿伯的問題 從一開始只是小腺器 快變心臟的毛病 現在大腸癌也有問題了 所以這時候變成 我們很多科醫師一直在討論 到底要處理哪個問題 很明顯現在腺器 已經不需要開了 相對來講 他已經是最不重要的事情了 那心臟跟這個大腸癌 到底要先處理哪一個人 那後來我們討論結果 還是要先處理心臟 因為回到剛那一點 你心臟不處理好 你開到會有風險 你沒有辦法動大腸癌的刀 對也許你一麻醉下去 人就要急救了 不一定 但是反過來先處理心臟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他不可能說處理完之後 一年之後再給他開大腸癌 那時候搞不好轉移了 怎麼樣不知道 所以後來我們就決定 跟這個家屬講說 不是因為價錢的問題 是我們認為你的狀況 應該要放一般支架就好了 因為你必須開完之後 你做完心臟的支架之後 可能一個月兩個月 甚至理論上一個月 就是盡量短 一個月之後 我們就建議你要去開刀了 所以後來這個阿伯 在經過我們跟他溝通之後 我們就幫他去處理心臟問題 的確血管狹窄得非常厲害 在接近左足幹 就是一個很嚴重的地方 就狹窄了 放了一般的支架之後 一個月之後 回診狀況不錯 就馬上再給他 轉去胃腸科開刀 那後來也成功的 把這個腫瘤去除 那至少這個阿伯 後來這件事情 過了大概快兩年了 目前回診人都狀況不錯 所以這就是一個案例 告訴大家說 不是所有的狀況 都一定要自飛的支架 像這種狀況 你用自飛支架 反而可能會延誤到 他這個開刀的時機 所以反而不適合 那接著現在瑋文 就要來分享一個 健康好料理了 今天要分享的就是 健康促進血液循環的 泡膠回鍋肉 對 其實大家在做回鍋肉的時候 都會用這個五花肉片 就是那種煮好的 但我覺得那個很麻煩 因為我家我特別不喜歡吃那個 所以我就用普通的梅花肉 這樣子也比較不肥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這道菜 又很容易做 另外剛剛那個陳醫生 講到有關那個散氣的事情 我是沒有散氣了 但是 兒子有嗎 也不是 兒子也沒有 但是我父親 我父親今年72歲 他去年71歲 回來台灣看孫子的時候 兩個孫子非常熱情 看到爺爺來 就把他抱上去這樣子 那我父親就抱了兩個孫子 很開心的 享受天倫之樂這樣 第二天早上 我父親打電話給我說 他身體很不舒服 覺得肚子上凸了一塊出來這樣子 後來就是檢查 發現原來是散氣 脫腸 然後就 對 抱著兩個孫子就抱到脫腸 太用力了 就抱到脫腸這樣子 那這件事情 其實聽起來蠻痛苦 已經變成我們家族的一個笑話 不要再抱爺爺了 把爺爺抱到脫腸了 把爺爺抱到散氣了 所以那時候就想說 我父親想說他健保有給付 其實是一個小手術 而且去長根的時候醫生也說 馬上就可以排來開刀了 但開刀以後要住院三天 那我父親聽到住院三天 因為他是特別請假回到 因為我父親還在工作 他特別請假來台灣看孫子的 他時間不多 他就想說這個請假很麻煩 要住在醫院裡面 他就上網去查一下 發現原來是可以給付的 你可以做給付的這種微創的手術 當天做 有那專門做散氣的手術醫院 診所 專門做這個 當天做 當天就可以出院了 也不用住院 而且是微創 就是他的傷口非常小 然後可是呢 費用就要到大概四萬多左右 就健保給付就比較省錢 微創就比較怪 對 會省很多 然後我父親就想說 可是他最主要是希望說 時間可以縮短 對 而且他去看了那個診所 他一到那邊去了 然後有VIP貴賓室 坐在那邊以後呢 然後就幫 我這個肉先稍微炒一下 把它煸香一點 然後坐在那邊以後呢 就給他看一個螢幕 說他們這個微創手術怎麼做的 感覺更厲害 感覺更厲害 給他一杯水 然後坐在VIP裡面 給他小餅乾吃 蔣伯伯覺得四萬多花下去 值得 值得 我父親立刻打開口說 欸 兒子快點來幫我付錢 立刻就去付錢這樣子 所以當天呢 做完手術 當天就回家了 所以我一直印象很深刻 我覺得真的是幾副 好像真的比較好的感覺 對 微創手術的服務比較周到 對 那因為如果在家裡 我今天是用這個梅花肉 比較厚一點點 它是炒肉片 而且你有醃對不對 我醃了一點鹽跟黑胡椒 但如果在家裡 你是用火鍋肉片的話 這時間會縮短很多 我們先把一面煎香 我們看一下 另外一面有一點上色 我們就可以把它翻過來了 因為梅花肉 有一點點微量的油脂 所以你等於把它油脂 逼香逼出來 對 我剛剛等於 完全沒有放油 直接就這樣煎就好了 現在聞得到那個香料 黑胡椒的焦香 所以我們剛剛是先 稍微醃了鹽巴跟黑胡椒 對 這個做起來有點像在烤肉 所以其實滿香的 然後我們把它翻過來以後 這邊我們就可以把一些蔬菜 先把它放下去 我們是泡椒回鍋肉 對 我們把這個蒜苗 所以有膠 蒜苗 這個最簡單的做法是 我發明 就把所有東西都丟進去 那個泡椒是我們一般的那一種 剝皮辣椒 剝皮辣椒 你只要把它切 切成長形就好了 你把所有蔬菜鋪上去 因為它會有點悶燒的效果 那玉米筍跟蒜苗都同時下 都同時下去 然後這個綠辣椒放下去 因為綠辣椒比較不辣 如果你喜歡吃辣 你可以放紅辣椒 那紅色的話 我們就用紅甜椒這樣子 我們先把它放上去 像蓋一個被子一樣 對 把它蓋住 那最重要就來了 就是要把這個高麗菜 增加它的纖維 放一些高麗菜在上面 高麗菜 因為如果你直接炒它 它很容易不平均 對 有些炒熟 有些沒炒熟 有些梗比較硬 所以最好的方法之前以前是 可能滾水 或是過油這樣子 可是我發現這太麻煩了 因為在家裡 你還要再過個水 很麻煩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鋪在上面 然後呢 這時候也不用放任何東西 對 把蓋子蓋上去 讓它熱循環 讓它直接在這裡 因為那個肉片是比較厚的 而且你就是要煎 它把它煎出香氣來 下面再煎 上面再燜 然後那熱循會讓所有的蔬菜 尤其是高麗菜 平均受熱 待會有點軟塌下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它醬放進去了 而且我們醬料好像也很簡單 這個有哪些 醬料你只要記得這個 2 1 1就好了 2就是兩大匙的甜麵醬 這個是傳統的北方甜麵醬 那種炸醬的甜麵醬 現在甜麵醬其實外面都已經有調過味了 以前那種甜麵醬是很黑的 你還自己要調 現在很方便 那如果家裡沒有甜麵醬的話 其實用醬油膏 我覺得也是可以 但是可能回鍋的那個味道 比較不會那麼足 好 甜麵醬配上豆瓣醬 豆瓣醬 這個是回鍋的基本醬料 再來我們就放這個紹興酒 好 紹興酒 把它調勻一點 所以大概2比1比1左右 對 紹興酒跟辣豆瓣醬都是1 然後這個我們甜麵醬是2 所以你三個醬料先給它打勻之後 待會就拌著拌炒了 對 非常非常簡單 我很好 就是因為像我們健保有很多東西是 所以這樣聽起來是不是 只要是給付的話 都比較好一點了 感覺好像花了錢 就會得到比較好的醫療服務 因為自從我父親那個善氣給付 他很開心 這個還有個大笑話你知道嗎 像你這樣子說 我用微創的花4萬塊 對 有一個歪風 因為病人一聽跪了就覺得比較好 對 台北市事實上有地方 用達文西手臂開善氣 對 用什麼 達文西手臂 那個達文西只要一動 我記得起跳價要20萬 20幾萬 病人支付20幾萬 會不會因為善氣在敏感位置 也不是 所以有一些人會很擔心 稍微插枝好理絲之千里 我好開心 我父親沒有聽到這個達文西手臂 對 反正我就要開20幾萬下去了 而且我跟你講 在銀行上 我跟你保證 你沒有找到一篇文章說 打文西手臂開起來 比微上手術好 比打開直接開起來好 你根本你找不到這樣的文章 好啦 可是民眾只要聽到貴的 就會心向往之 高科技 對不對 哇這應該好好 你知道這個像煮飯 你要用IH電子爐 還是用電鍋 還是用瓦斯爐煮 其實跟技術也有關的 但是有些人覺得IH電子爐 聽起來就是厲害的 然後就IH電子爐煮的飯 一定比較好吃 但是不會調比例的人 一定煮書 阿芳老師用瓦斯爐煮的 對不對 對 江醫師的邏輯就是這樣 沒錯 開的好的用手開可能更好 對 所以我們今天很簡單 就用平底鍋跟瓦斯爐就好 對 這個鍋 我們差不多這樣燜一下 不用IH電子爐 對 那這個你可以看到 那個高麗塞稍微塌了 就可以了 然後等於平均受熱 你就把它打開來 你看它已經稍微塌了 而且它那個高麗菜的甜汁 已經流到裡面去了 所以這時候也會倒 也會讓那個 你的梅花肉不會燒焦 而且有點水分 對 因為剛剛的一點菜 都會有點水分 好 我們就把我們剛剛調好 這個汁液把它抱進去 哦 所以最後只是攪拌的動作 好 這時候我們現在把它拌勻 所以醬料先拌好 有的時候對新手廚娘來講 方便很多 才不會手忙腳亂 對 這個回鍋肉一個重點 就是你的那個梅花肉 如果厚的話 你要像我剛剛那樣撒一點鹽 跟那個黑胡椒稍微醃它一下 對 讓它入味一點 不然這麼厚的這個梅花肉 很難最後這麼一秒鐘入味 對 但如果你是用火鍋肉片的話 那你就不用醃了 因為它很薄 對 它最後這樣一下就入味了 然後我們還有這個泡椒在裡面 那個泡椒呢 並沒有特別給這一鍋菜 一個特殊味道 它只帶了一個鹹甜味 那泡椒只是讓你在吃肉的時候 你可以加一點泡椒來吃 增加你的那個口感 就是你的配菜 會有各種層次跟口感 對對對 好 那我們這樣就已經完成了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 其實大家都知道 吃辣的人會比較長壽 所以常常吃辣 事實上有好處 而不是說 大家只想到它的刺激面 事實上它有完全的健康含義 而且這個味道十足 層次感豐富 然後該脆的脆 該軟的軟 然後有嚼勁有嚼勁 所以這真的是非常好吃一道菜 那請教一下李醫師 剛剛瑋文講了 他爸爸微創手術的概念 好像現在有很多這個微創手術 也是蠻熱門的選擇 對 其實現在來講 其實就剛剛剛才您官講的一樣 就是說其實大家在 這些自費的項目裡面 大家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 孝順 大家都是因為孝心上的考慮 第二個來講 可是別忘了您官 提了第二個問題 技術 其實就像我們之前 前陣子我也遇到 我自己的朋友 他問我說 他爸爸就社護腺肥大 要去開刀 那開刀去醫學中心 醫學中心就跟他講說 請他可以做達文西 用達文西開社護腺 那這費二十幾萬 那我的朋友就問我說 他說李醫師 難道之前在達文西之前 你們社護腺都沒辦法處理嗎 那當然就有點讓我 牙口誤 因為當然來講 社護腺當然就像您講的一樣 他當然說 他是說微創 可是來講的話 其實真的做的束縛好不好 其實還是跟醫生的技術有關係 那其實是不是需要自費 來講的話 其實剛剛還 江醫師提的例子來講過 曾經有遇過病人 他就是也很有趣 大家都知道現在膝蓋 有幾副新的病毒用藥 那他其實是符合新的健保的食物用藥 其實那個藥物在美國來講 一個月療程 一個療程要100多萬 健保有幾副了 可是病人他符合以後 他我要幫他申請了 我在幫他 因為那個因為太貴 所以電腦要直接上我們健保局的專用網站去申請完 馬上申請完馬上給藥 那結果我真的要把藥刪出去 要申請的時候 他說他不要了 我說為什麼 因為他說有更好的 因為美國有更好的 因為那個 他說現在有一顆三萬塊 然後吃90天就會好 他就不用吃半年 然後吃健保的 我說這兩個藥物的療效 其實他的療效都是95%到99% 可是病人 我跟他勸說很久 他還是只費吃那一顆三萬塊 要吃90天270萬的療程 就很多病人還是民性比較貴的藥 是比較好的藥 對 糖尿病真的是各方疾病的最終的根源 它是有條件的幾副 所以這個大佬開的藥 這樣不可以開的藥 那當然是大家都會幾副了 同樣是醫生有分大小咖 這個是Poomer 大咖開的藥一定要買單 然後小咖開的藥就固定嗎 就像剛才就像說 其實微創手術來講的話 大家可以看得到 其實傳統的手術來講的話 其實它手術時間 跟微創手術時間來講 其實相差會略有一點點差別 傳統手術會稍微略高一點點 那傷口大小 其實最主要是在微創手術下 大家最大的差異就是說 像傳統的 像腹部的手術 不管是散氣或是肝膽的手術來講 其實傷口大概都比較大 像肝臟 甚至有時候傳統手術 都會開一個Benz 在你的右上腹 那個傷口就很大 那微創手術相來講 大概原則上它們就是幾個 幾個腹腔筋進去的入口 所以那開口來講 有些甚至都會隱藏在你看不到的地方 像有些隱藏在肚臟裡面 它開個洞 所以說其實術後來講 其實病人看到的傷口 其實並不大 可是大家別忘了說 傳統手術它們有個好處 就是說它是全視野的 我們可以很多東西是3D立體 你可以看得到摸得到的 可是如果說是微創手術下來講 它看到的是一個2D的視野 那有時候來講 在手術上來講 就會增加它的困難 好像然後在恢復速度上來講 如果前提是要順利 如果順利的話 當然微創手術會比傳統手術 來的恢復的快 因為它傷口比較小 對 然後它的併發症來講 當然也比較少 如果順利 那住院天入當然就比較短 那費用當然就會比較多 不過來講有時候也是要看個案 像之前來講 我們就有一個病人 他是診斷是肝癌的病人 那家人就是 他是可以開刀的 那可是其實我們評估它 因為他腫瘤比較大 所以說我們建議說他用傳統手術 可是因為病人的家屬就堅持說 他不是沒有錢 他為什麼要接受傳統手術 他堅持用副槍電方式去開刀 然後剛好遇到一個比較年輕 醫高人膽大的醫生 他就願意接手這樣子的個案 可是他就是屬於比較不好 就是說他開刀進去後發現出血太厲害 結果我一創就失敗 當然就立即就要開刀去處理 結果反而弄巧成拙 如果說傳統的開刀手術來講 他做某部分的乾液切除來講 其實說恢復 當然有時候病人不用個禮拜就出院 結果他弄到出血休課 然後又租加護病房 前後搞了好幾個月 所以不同主刀醫生的這個手術跟醫術 也是有差異的 那請教一下邱醫師 有些時候你們臨床上遇到 這個藥使用致肺藥物 有的時候是沒有達到給付的標準 那還有一些病人是藥物沒有 就是說健保給付的藥物沒有 他只好尋找其他的藥物 是 像糖尿病就是最典型的 它是一種多方治療的藥物 因為我們的糖尿病 現在從過去大師來講 他已經知道有種 所以在治療上面 我們必須要各種去嘗試 包括說抑制糖分的吸收 然後增加乾糖的形成 去減少血糖的產生 然後最近有一種新藥就是說 它可以讓尿糖增加 就是我們從尿尿裡面把糖排掉 這是我們一個就是滿典型的 他這位應該不是說婦人 我們應該要尊稱他為主管級的 因為他一來的時候 其實是他直接來說 我已經準備了一百萬 我要做不孕生殖 不管怎麼樣我一定會成功 只是那個醫生很無聊 把我轉過來 我的糖尿病 我覺得都控制很好 我也沒有不痛不癢的 然後一番 因為他所有的 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說 他準備了一百萬 找不孕的醫生要做 不孕可能是人工生殖 可是他的婦產科的醫生 把他轉給新陳代謝科 那一定是他的婦產科醫生 認為他新陳代謝有問題 而且新陳代謝有問題的人 本來就不容易受孕 或者不容易順利的讓胚胎 對 著床 然後到白語都會差很多 順利的這個順產 是是 因為糖尿病 其實會影響很多的血管的病變 所以在整個懷孕的過程 所以認成糖尿病 是一個很大的關卡 所以在我們懷孕二十四週的時候 就要很嚴格的去控制 然後這位主管等級的 應該說女主管 他非常的有自信說 我就是有控制 控制的好不好 那個不重要 反正每年都是紅字 所以他這個時候 他說我的藥已經攤出來很多了 有沒有吃 那個再說 我不一定會想要 那個太便宜的藥 吃了不舒服的 我自己就略過了 所以等於說他的藥 各式各樣都有 他的歷年來的醫生 都非常的努力 但是就發現說 他怎麼樣都治療不好 是因為說 他的胰島素抗性太強 他長期都不運動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提到這個自肺藥物 就是最新的 他是從尿尿排出的 所以在剛出來的時候 當然健保還沒有過關 他在當一個病人 他已經使用各式各樣藥物的時候 最後發現他總藥費太高了 那就會變成說 如果真的要使用 變成希望病人自費某一項 比如說你自己自費買 胰島素或是自費買 最後一項新藥 然後這個時候 他就當然一百萬都出得起 他這個小錢 當然是很很值得了 所以他就直接說 沒問題 只要有效的 當然我們用了一些話術 以您的社會經地位使用這種藥物 當然是非常有效 然後又可以減少你的一些體重 然後幫助你體重控管 所以這個時候他移用之後 馬上所有糖化血色素都降下來了 同時有一點很重要 就是比較不會造成一些副作用 所以藥物的選擇其實並不是說 他只有這項 他是唯一的 比如說不選擇自費的健保 就真的很差很差 但是因為他能夠輔助 之前健保所產生的一些併發症 然後另外就是 所謂的自費用藥分成兩點 一個就是健保是完全不給付 一種就是他是有條件的給付 所以這個條件就很嬰兒而已 譬如說大佬開的藥 江澤民開的藥 那當然是大家都會給付 像如果說 真的嗎 老實說是有一點點我們 同樣是醫生有分大小咖 這個就很好 大咖開的藥一定要買單 然後小咖開的藥 就不一定嗎 其實沒有 我覺得是看病人 他歷代以來病史 因為很多人他是太久的 他都不好好控制 你吃那麼久的藥 他當然說健保局會知道說 你就是不好好控制的病人 我就不會想要給付那麼多 所以很多人都是到最後的時候 不得已才轉到說 必須要打胰島素或是合併用藥 所以糖尿病真的是 各方疾病的最終的根源 因為最後就是 你好好控制這個部分 很多後面的各科 都會很好做的事情 所以在使用自費藥來講 其實並不用去排斥 因為它可以減少很多的負擔 當然重點就是像江主任講的 你要跟醫生好好溝通 我為什麼要用這個藥 然後它的確可以帶來 我真的效果的時候 而並不是說我只要有自費 我錢就放下去 那不孕症那邊等了很多 你去好好的挖掘你的那個金庫 所以其實不是一定要砸很多錢 才達到你想要的效果 那接下來阿方老師也要分享一個健康好料理 今天要分享大家是吃的是這個季節的冬瓜 對 然後煮冬瓜如何煮得又好吃又快 其實是家庭主婦要學的 對 因為它像一個海綿組織 那我們講說最常見的就是煮湯 你把它沾著菜刀這樣切開 對 開把那個紙囊稍微拿掉就切塊 可是我們要講我的習慣是冷水起鍋 冷水起鍋可是很特別的是什麼 是我會不把整鍋我要的湯水全部加煮 就是只加到它平的水 不會去燒焦先煮滾它 給它熱圓 然後那些水滾的會連帶冬瓜裡面的水 它會一起煮滾 可是你要讓它煮到入口即化 一般會想說我要花很長的時間 去慢慢的小火煨它 可是不用你給它冷熱溫差 現在是滾水 我們就對著它加冷水 你可以看到它原本白色的 你會發現它現在在你眼前就變透明 對 就開始變湯羹 就是它冷縮 它就會把所有 你可以看到它現在開始透明的 海綿狀就跑出來了 剛剛是脹起來的 然後你現在給冷水 它又把所有的水分再吸進去 就是把它洗三溫暖就對了 對 然後重複再煮 這一次再煮滾 它入口就即化 那今天就很簡單 我煮了一個是很適合夏天 有蛋白質 有清爽的冬瓜 煮一個 薏仁蛤蜊雞 薏仁蛤蜊雞湯 說我們阿芳姐姐是汆燙的雞塊了 對 我用雞腿 然後我把骨頭拿掉 因為我不想它太過了 那我今天它的那個飽和度 我用的是在家裡面 夏天的時候 我也會一次就煮一些薏仁 那這些薏仁煮好的時候 你小量分裝 然後你要吃甜湯 加牛奶 或者是我現在要拿來煮湯 對 都很方便 都很方便 薏仁也是很好的烏骨雜梁 對 然後它現在就是這裡面 它的主食 我們今天的主食在這裡面 那等會兒它煮滾 我們再來放那個蛤蜊跟薑絲 好 然後最傷腦筋的是 昨天我先去幫我買冬瓜 他說那個沒冬瓜 那個大刀一揮 就來了很厚 很厚 對 那回到家其實蠻懊惱 然後我就說 那你揮這兩段回來多少錢 40塊錢 那其實家庭主婦就會很傷腦筋 它是一個水性很高的食材 那基本上不耐放 你多放它很快就服軟 那很多的媽媽會 沒關係啦 我再改一切一切 這個觀念一定要捨棄 要蹭新鮮 所以今天一樣的 我就會把一半的冬瓜 如果剩下的冬瓜二話不說 就做一個小菜 那今天就一樣做這個小菜 那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冬瓜的部位一樣是去皮 去中間的囊 然後把它切成小丁 對 就切成小丁 那為什麼 因為今天我做的這個小菜叫做 當花生遇見冬瓜 對 因為 冬瓜花生 對 可是你知道嗎 才不會夏天吃 現在花生也是長的時候 那一樣用的一個概念 你可以看到 我們煮滾水 好 我現在放下來 翻燙它 對 然後大概一分鐘的時間 基本上我們煮的時間 只是要讓它重新水滾上來 可是你說那這樣子會很生 訣竅在這邊 你旁邊跟我們剛剛的原理一樣 三文龍 對 你準備一碗冷開水 然後廢起來之後 我就立刻撈出來 一泡到這邊 它就變糖更的 好 那等會就熟了 那阿邦老師今天還分享的是 夏天涼拜 常常見的花生 對 這個是事先水煮煮好的 對 我節目上教過 就泡一些鹽水 把花生泡漿包起來放冷凍 然後讓它破壁 裡面的冰晶結冰 再拿出來煮很快就軟 好 然後現在滾了 你可以看到 煮的時間 只有把冬瓜裡面的水 確定煮滾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還是白色的 可是你只要把它撈進來 真的耶 開始轉化成透明色 它就變透明色 那你等會吃它就不會有那個 切的味 就這麼短的時間就可以了 就這麼短 對 而且因為它切成小丁 然後現在 對 你可以看到它現在是小丁 然後就還有一點點溫度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趕快了 可以這個時候 拌一點點的 醬油膏 冬瓜進來也可以做小菜 少許的香油 還有一點點的黑胡椒粒 所以先讓它吃到味道 對 然後你可以看到 它現在開始在降溫 對 它就把所有的滋味又吸進去 變得很像冬瓜糖 對 補迫顏色 黑糖 冬瓜之類的 對 然後再來 就可以把花生拌進來 那除了搭配花生 還可以搭配什麼 小黃瓜 冬瓜配黃瓜 上去先喝一點點 沒菜錢 對不對 就是我們平常是用小黃瓜 來拌花生 只是我們今天是讓它變成一個 很方便的冰涼的滷味 然後我就會像現在這樣 你可以看到 我們剛拌的時候 其實它的味道是在外面 醬油的味道在外面 可是當你冰一個晚上之後 它的味道就會完全吸進去 那你就放在冰箱裡面 那比較特別的是 夏天這個季節 還有什麼東西很便宜 很多 就是香菜 對 那香菜我不取葉子 我只取那個根 然後洗乾淨 切著小細丁 你先吃原味 好 一個有水 一個有油 然後兩者都有口感 而且這個冬瓜這樣更好 對 它才有水分跟餃子 對 然後現在我就要把這個 我們的要吃的時候 我就把這個香菜根 這一拌下去 有一半的人就不敢吃了 對 一半的人非常愛吃 對 就是喜歡的 花生配香菜是很絕配 對 然後它會讓你的 整個的質感就會變得很好 這好刷水喔 會很刷水 因為它那個冬瓜是一直有水分出來 然後花生也有嚼勁的 對 而且是不會有生味的 那這樣子在家裡面 很容易就做一個小餐 然後你可以看到 剛剛我們的湯 對 現在它已經煮開了 然後再來冬瓜 重新遇到了雞肉的油脂 它現在 您管你可以拿一隻筷子 你去兜它 它應該已經 透了 這感覺就很透 你可以看到 你看 超透 對 就是立刻 這個剛剛很多坡 媽媽煮蘿蔔要煮半天 對 你利用冷 蘿蔔也可以用這樣子 就是熱跟冷的一個 溫度交替的原理 然後你可以減少你的 讓它透得快 烹調時間 然後放進來 這一鍋 然後蛤蟆 然後一點薑絲跟米酒 好 我們最後再來一點薑絲 其實這個季節的嫩薑 直接吃也非常好 對 那基本上因為今天有蛤蜊 會有鹹味 你在家裡面要等蛤蜊 確實開口了 滾了之後 你試一下味道 你才要辨別 你需不需要去放這個鹽巴 開始看到了 這個蛤蜊在頂這個冬瓜 你可以看到它把它頂上來 有在動 對 就表示他們應該 底下的蛤蜊開了 好 然後一點點的鹽 少許的酒上桌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喔 阿芳老師這是 我認為他真的是一個 烹飪魔術師 我們剛有提到 其實不管 這個我們製作單位 開什麼樣的菜色給他 他都能變出非常美味的東西給我們 那像第一道這個湯 說實話這個湯 算是家常料理 很多人都會做這種蛤蜊雞湯 可是 我覺得阿芳老師做的 除了鮮美這個不在話下 重點是他可以在這麼短時間 就把冬光煮透 我們剛吃起來 對 吃起來跟熬煮好多小時 其實效果是幾乎一樣的 所以這點非常厲害 至於那個小菜 真的也是非常入味 我們傳統上那個花生 都是配小黃瓜 可是我覺得配冬瓜 其實更有一種風味 所以剛剛我們有開玩笑說 其實滿適合下酒的 當然這個我們是健康好生活 所以這個就不能特別鼓勵大家 就是心血管健康的話 偶爾喝點小酒是還好 但是有心血管疾病的就要少喝 少量的紅酒 沒有錯 少量紅酒是OK 那我問一下邱醫師 還有一些經常性 在新陳代謝 殼會自費用到的是減肥 對 我相信這個 大家一定一聽到就馬上醒過來 非常有興趣 因為這種所謂的減肥藥 現在在坊間非常的多 當然說FB或是一些特殊的社團 那個我們不提 現在甚至連在藥局都可以聽到 最近有一個叫新藥 叫做配力挺 這可以公開 他現在是廣為 大家好像開始慢慢炒熱起來 所以現在坊間配了一個 叫做XX老師的一個套組出現 這個我有親身去購買過 我發現裡面充滿超多問題 譬如說我現在在假設一個女性 像我這樣子 譬如說是生育年齡期 這時候有非常多的禁忌藥 是不能用的 他沒有人問我這件事情 我現在有沒有在吃一些抗凝血的藥 或是有沒有一些抗主治安 或是有一些抗幼躍的藥 或是助眠的藥 沒有人問我這件事情 但是以上這些都是自肥藥 大家覺得說在藥 在藥局買到的自肥藥 好像都比較好 而且都好像不像藥 他像是保健食品 所以你不會在意他的副作用 所以大家會在這個時候 開始產生一種迷思 就是反正我不是在醫生手上拿到的藥 好像比較安全一點點 副作用似乎比較少 這時候就出現很多問題 就是我們最近其實有很多報導 發現說就是有一些暴斃的情形產生 有一個女性 她其實一直以來都是三高的問題 因為本身肥胖就會產生很多問題 她在沒有想要運動的狀況之下 去吃了所謂的減肥藥 然後因為裡面一定會含有一種叫做 中速成衣興奮劑 他會讓整個心跳加快 然後短暫時間之內提升她的新成代謝率 那種是一個假象 因為我們自己身體會調控 所以那個在短暫時間之內 他就覺得好像身體在燃燒的感覺 然後另外一種就直接作用在我們的中速 讓就像心耀一樣 他會讓你不想吃東西 然後這時候你又覺得自己超有效 因為我完全沒有想要的那個渴望出來 所以這個時候 他就不斷地去服用 發現越來越有效 然後因為又不是醫生開的 沒有醫生在碎碎唸 沒有叮嚀你一天只能吃多少 他就開始不限他的包數的一直吃 後來就直接就是暴斃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就發現說 減肥藥產生了非常多很極致的問題 就是因為大家忽略了自費藥這件事情 如果他不是在正規的管道拿得到的 雖然他本身的藥物是合法的 但是如果說沒有注意他很多副作用 就會產生很多問題 就是即便是合法的藥物 你病人自己決定劑量 是 因為這種叫做指示藥物 自己高興加碼就加碼 都可能吃出人命來 是 因為這種是非處方簽的藥的時候 他就在外面買得到 甚至還有團購網可以買得到 所以這個是非常非常驚人的 那節目最後江醫師也給觀眾朋友一個健康小叮嚀 各位觀眾朋友 除了要收看好好的健康節目之外 另外一件事你可以做的是 你碰到自費不自費的選擇的時候 第一個美國國會醫療圖書館 PandMed 你馬上可以找到很多的資料 你如果看不懂英文 其實現在線上翻譯還很發達 對不對 第二個可能目前來講 最準確的還是實證資料庫 考克蘭實證資料庫 所以你可以找考克蘭實證資料庫 到底他對這個事情的評論 到底是什麼樣 那第三個 從今天節目大家就知道 你絕對不能迷信高價 高價不見得適合你 低價不見得會造成比較大的傷害 而且自費也不見得適合所有的人 對 所以也不用過度迷信自費 對 所以大家要聰明的選擇 才會得到健康 好 謝謝江醫師的叮嚀 也謝謝我們這麼多好朋友的分享 我們今天分享的健康好料理的食譜跟弱法 也都會PO在年代賣取台健康好生活的臉書上面提供給觀眾朋友分享跟下載 同時間我們的食譜健康的資訊還有節目的預告 也會放在LINE的官方帳號的主頁 歡迎觀眾朋友掃描QR Code 加入我們的LINE帳號 那健康好生活我們下次同時間準時再見 拜拜 謝謝 謝謝